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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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得承认美国科技还是比中国先进 过去40年应该讲中国从美国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现在呢 美国一部分力量就是要求彻底终止中美的科技合作 那么现在 现在拜登政府的办法是一个妥协 说延长个半年再看看 它也没说中止 也没说延续 它是延长个半年以观后效 它是这么一个办法 那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 indcuоいて的科技合作已经受很多影响系的影响 没有完全终止 但很多项目是停了 这个对中美关系是不利的 对中国的发展也构成了挑战 那么除了科技合作呢 现在受到影响 现在更大的是产业合作 这个影响比较大 它现在等于是 好多方面都在动 比如说芯片 这是过去几年焦点 另外呢 今年就是这几个月 很明显就是它在 几个点切入 一个是电动车 对 我们的新生样 一个是那个振华重工 就是这个起送机 就是这里面 有收集数据的东西 就把这些中国的制造 智慧的制造 说成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对 另外就是TikTok 就是好像除了华为吧 TikTok现在受到压力特别大 它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华为和TikTok 对美国有两个不同的压力 华为是什么呢 技术领先 就5G 还有现在5.5G领先 TikTok呢 是产生那个新的商业模式 就通过那个小视频是吧 一般的人可以表达自己 还可以带来工作机会 现在美国有1.7亿人 是活跃用户 美国才3.2亿公民 还有一千多万 将近两千万非法移民 它大概住的美国 有3.4亿人 里面有2千万人 请注意不是美国人 是润人 偷偷进去的 没有投票权的 公民才3.2亿 它现在有1.7亿用户 非常有影响力 非常服务力 然后其中大概有500多万人 靠TikTok这个平台 是赚钱的 它工作在这 所以它是提供了一个 新的商业模式 这个美国人心理上受不了 美国就是技术 该我领先 商业模式也该你学我 怎么我来学你呢 所以TikTok本身 是不是对他们来说 主要是心里过不去的 商业模式 而不是他们也会把它当成 说是因为国家安全 它有两个 一个就是商业上它是成功的 去年TikTok在美国市场 赚了200多亿 现在特别火的那个 OpenAI 它才20亿 十分之一 所以它真赚钱 第二就是安全 就是TikTok就打破了 美国Deep State 生存国家的信息垄断 没有TikTok这个袈裟 悲剧 世界上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在整TikTok 但TikTok能不能活下来 现在还是未定之数 是不是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 众议院 能源与商业委员会 50比0通过了 还得经过众议院大会 对吧 还得经过参议院 对不对 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 未定之数 而且大家都知道 TikTok这次直接号召 它的那个用户 去打电话 好像他是7号 3月7号发的这个通知 每个议员的 大概是接到了20多个电话 现在不得了了 现在一天几百个 所以我估计 他还会有一些 未定之数 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 是方方面面的 比如说美国的商务部 部长也提到了说 中国制造的 不论是像您说的 这个工业设备 或者是汽车 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造成了威胁 您怎么看 中国制造未来 智慧的制造 在世界的这个影响 尤其是对美国来说 是不是会遭遇到 很大的阻碍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要发展 新制生产力 对于我们发展 新制生产力 会是一个动力 还是会一个 很大的阻力 就是最近大家都注意到 商务部长雷蒙多女士 这个就是准备推出 一系列措施 是吧 防止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 对美国产生冲击 它用的理由就是国家安全 假设一下 三百万辆汽车 突然就停了 怎么办 这个其实是很幼稚的想法 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它的问题就是 在这个领域 它竞争不过中国 然后它就把它 无限上纲 对吧 那么这个事儿 肯定对中美关系不好 对中美贸易不好 但是对中国的 就是发展新制生产力的决心 不会有任何改变 反倒会加强那个决心 对不对 就是你越是打压 那我们也得选择 我觉得越得加强 自己的研发能力 其实以前 中国企业界总体来讲 是很信任美国的 是吧 华为其实是个典型 有美国产品 它是优先有美国产品的 那现在你不让我用啊 那怎么 我只好自己研发呗 放心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最近美国这一系列举动 对中国发展新制生产力 是一个动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 中美关系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台湾问题 我们知道 最近台海的局势 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比如说 在314的时候 大陆的渔船被撞的问题 目前都还没有 妥善地解决 这一次王毅外长 在记者会当中 又再次地提到了 未来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或者是一个中国原则的 全家福 出现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那么有人觉得 这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台湾所谓的 邦交归零的时刻到来 那在台湾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也曾经提到过 即使是所谓的邦交归零 都没有关系 只要重要的关系 像台美关系 非常的稳定 就已经足够了 您怎么看 是这样 就是今年以来 为了台海有很多变化 一个就是1月13号 赖清德 萧美琴的组合 就是获胜了 赖清德被叫做 台独今孙 对不对 那个是台独宠儿 那么萧美琴也是很独的 所以当然对大陆方面 是有负面影响的 他担心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人其实是加大动作了 是吧 最近有受伍啊 那个 又有一些议员跑过去啊 等等等等 所以两个关系 这个背景就不太好 这个背景不太好的情况之下 又发生了这个悲剧 是吧 2月14号 两位大陆愚工死亡 所以应该讲 台海局势是不好的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那么至于说 这个王毅外长讲的 就是说很快啊 就离这个日子不远了吧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一个中国原则的全家福 我觉得技术上讲吧 就可能 比如说赖清德上台以后 不承认九二公司 可能台湾的邦交国 会进一步减少 现在是12个嘛 跟那个蔡英文刚上台比 少了10个了 对不对 那下面会进一步减少 所以说柯文哲先生 讲那个话 我觉得那是政治上 打气的话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台湾一个邦交都没有 法理上是什么意思 那台湾是绝对的 中国内部事务啊 对吧 因为那个台美关系 还不错 但毕竟它不是 它是非法的 知道吧 它不是正式的那个关系 那您怎么看 在今年两岸的关系 或者是台海的局势 会有插枪走火的可能吗 应该这么说 截止到今天 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 还是很一致的 就是以最大诚意 最大努力追求和平统一 这个其实没有变 那个 但是大陆一直是有底线的嘛 就是它坚决防止台独 和外来势力的干涉 所以大概 我觉得总的政策框架没有变 还是会继续追求和平统一 但另一个方面 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不好 因为美国介入程度加深嘛 所以它也得扎扎实实的 做一些准备 包括军事准备 这个所以 我觉得两岸关系 现在不确定 比以前要高 是不是会发生 发生 发生那个叫 插枪走火的意外 因为谁都没有把握 对不对 我只能说 仅就大陆方面讲 政策还是稳定的 还是在最大诚意 最大努力 追求和平统一的 但另一方面 确实也得看到 大陆在防毒方面 在防止外来干涉方面 是扎扎实实在 在做准备工作的 今天两会闭幕了 非常谢谢 在闭幕的这一天 能够请到了金教授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海内外的一些行事 非常谢谢金教授 谢谢 谢谢金教授 再次做客我们的两会直播间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两会的报道组 在北京的一个 直播间的报道 已经结束了 把现场交喊给香港的雅谦 好的 谢谢小丽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闭幕会后 第三场部长通道 集中采访活动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决行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局长 李云泽表示 当前中国金融风险 总体可控 金融安全的基本盘 非常稳固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 总体可控 我国银行业 保险业 运行平稳 尤其主要金融机构 经营稳健 可以说 我国金融安全的基本盘 非常稳固 无论对照国际 还是国内的监管标准 我国金融业的主要体检指标 都处于健康期间 虽然一些地方存在 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 但无论总体数量 还是个体规模 在我国整个金融业中 占比都很低 而且我们正在 积极会同相关的地方党委政府 精准施策 有利有序 推动风险的化解 林云泽还说 高质量发展是 防范化解风险的根本之策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将全面强化五大监管 推动形成监管合力 依法将所有的金融活动 纳入监管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 他表示 正在研究降低乘用车 贷款首付比 同时进一步优化 新能源车险的定价机制 助力汽车走近千家万户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 于建华在部长通道上表示 2024年以来 中国进出口延续了向好态势 1月和2月的进出口额 是达到6.6万亿 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从规模上来看 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今年1月 下约进出口额 达到了6.6万亿 增长8.7% 其中出口增长了10.3% 这个规模 只比上一个历史的新高 2022年的同期 增加了4300亿元 作为制造大国 于建华透露 日后中国海关将实施 和去年海关出台的优化 营商环境16条措施 也会根据今年的新情况 新要求出台更有 针对性的便利化措施 中国文化旅游部部长 孙叶丽表示 去年国内游客出游人数 达到了近49亿人次 旅游总发费则是接近5万亿元 尤其是哈尔滨旅游火爆出圈 也表明了冰天雪地正在妥妥地变成 金山影神 可以说文化和旅游 诗和远方 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重要内容 文化和旅游产业链长 受益面光 设计各行各业 可以说文旅可以加百页 百页也可以加文旅 百页只要加上了文旅 既带来了人气 又开辟了裁员 就会出现人才两望的好势头 难的问题 孙叶丽也回应了网友 对于博物馆预约难的关切 表示正在推出针对性措施 比如针对一些重要的博物馆 在旅游高峰期延长服务时间 实施弹性错峰预约 动态调转门票预约名额等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申长玉则表示 根据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社会满意度提高到82分 也创下历史新高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 中国科技创新集群的数量 也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我们国家进入全球百强科技集群的数量 去年达到了24个 越居首次越居全球的第一位 同时去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开展的全球创新奖评选中 全世界一共有7个企业获奖 我们中国占了两家 而且也是越居全球各国之首 而且这两家都是民营科技型企业 也充分彰显了我们国家 企业蓬勃的创新活力 深长玉表示将建立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常态化沟通机制 坚持做到对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同等保护 今年将出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同时探索建立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下一步将会继续地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 进一步深化体育供给车结构改革 积极培育新制生产力 从体育赛事和体育制造业两端发力 促进体育健身休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着力发展体育赛事经济 打造一批观赏性强 参与度高的体育赛事 承办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 国际体育赛事 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开展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赛事活动 高志丹还表示 将会推动体育制造业转型升级 完善相关政策 推动体育制造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创新 鼓励体育用品企业适应个性化 差异化 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推出国产体育潮牌 不断丰富国产优质户外运动 和冰雪运动装备器材的供给运服务 欢迎回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肖切11号出席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商业峰会演讲时表示 中国正在复审和调查对澳大利亚进口葡萄酒 实施的反倾销关税措施 目前相关工作在正确的轨道 正确的方向进行 进展良好 另一方面来关注到的是 尽管中美关系仍然面临挑战 但是民间的交往则保持活跃 全国政协委员 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林松天 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 政协正在积极地促进中美人民的友好交往 去年以来 中美民间交往逐步恢复 即飞虎队老兵访华 费城交响乐团来华巡演之后 今年1月 中美青年乒乓球队还进行了互访 为民间交往注入新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 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林松天 在两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时说 尽管中美关系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 但双方都有共同意愿加强民间交往 希望能够推动两国关系 回稳向好 那么我想中美我们有很多 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 那么现在又有 大家都 双方都有这种共同的意愿 很愿意 我们在 特别是我们这几年 官方关系有些困难 那么民间外交实际上是保持到很热络 那么有地方有城 然后还有很多友好组织 所以两国中美两国人民还是很共同希望 中美关系能够回稳向好 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 来维护两国的大国的稳定 也为世界和平 维护世界的和平 照顾两国人民 今天也是中美建交45周年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呢 因为现在我们作为政协 也是在积极地促进 中美人民的这种友好交往 我们也跟美国的一些智库 媒体一些民间友好人士 也积极开展一些友好合作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此前在两会记者会上也指出 中方始终愿意与美方加强对话沟通 推进各界人士友好往来 架起更多相互了解的桥梁 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 中美双方也在近期公告航班扩容 自3月31号起 双方航空公司可共运营 每周100班定期客运航班 黄黄卫视您想问刘家号 北京报道 黄博社报道 美国制服计划对内地几家科技公司 实施制裁限制中国发展先进半导体能力 彭博社引述消息透露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 正考虑将长新存储 加入限制获得美国技术的实体清单 另外还有五家公司 可能被列为制裁对象 不过消息强调名单还未敲定 长新存储生产的芯片 被广泛用于计算机四伏器 和智能汽车等产品 竞争对手包括美国的美光科技 和韩国的三星电子等 长新存储发表声明 指公司生产用于消费产品的存储芯片 专注民用和商业应用 公司符合美国的出口法规 中国外交部早前强调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市场之一 人为割裂市场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呼吁美方应当遵守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原则 支持各方企业通过良性竞争 促进科技发展进步 另外中交建起价上海振华重工发出公告 使注意到美国政府最近基于 美国港口的网络安全顾虑 所采取的行动 以及相关媒体报道 声称集团的起重机上 安装了蜂窝调制解调器 公告指 集团认真看待美方顾虑 并认为有关报道 在没有充分事实审查的情况下 容易误导公众 强调集团所提供的起重机 不会对任何港口构成网络安全风险 依法合规经营 日前有报道引述 美国国会调查消息指 在中国制造的起重机中 发现超过12个可远距离使用的 蜂窝调制解调器 其中几个解调器 用于起重机的操作功能 例如远程监控的能力 部分起重机来自振华重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短视频分享平台TikTok被美国当局 是要求要强制玻璃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风波持续 字节跳动则是发表声明 否认有潜在买家就收购TikTok 进行结卡 字节跳动发表声明 只对于华尔街日报纸 动视报雪前行政总裁 接触公司创始人张一鸣 考虑以超过1000亿美元 收购TikTok的报道 是不实信息 经核实张一鸣没有与任何人 沟通过相关事宜 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 日前通过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玻璃 对TikTok的控制权 法案预计周二或周三 再在众议院进行全体表决 美国总统拜登表明 如果国会通过法案 他会签署生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香港立法会相关委员会 周一继续审议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香港立法会维护 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委员会 周一继续逐条审议草案 期间讨论到 容许旧国安案件 申请延长目前最长 48小时寄留时间 至最多14日的内容 香港律政司解释 法律列明 香港警方需向法庭交代 调查案里不能 在有关申请日期前完成 以及被捕人 在没有被罗案起诉的情况下被激留 对保障或保存罪行证据 或对讯问被捕人属于必要 而法庭在什么情况下 可批准延长激留时间 已有明确规定 认为做法符合人权法要求 这个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现行的做法 就是要尽快将被捕人 去带到官去见官 第二 也是由官去看看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是可以独立地作出一个决定 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理据 去延长激留期 所以我们觉得整体上 是不会导致一些相关的人士 受到任意的拘留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敏强指 以香港国安法实行三年经验 相信14日调查日数足够 过往48小时的实现较短 确实出现过嫌疑人担保外出 并潜逃的情况 相信拘留时间若有14日 可以避免相关情况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提出为违反国安罪行的保释人士 施加限制 警方可向法庭提出申请行动限制令 包括限制保释者在指名地方居住 联络指名人士等 以往我们可能面对一些 踢保的人士 我们真的可能没什么特别的办法 可能就看着他离开香港 如果我们有了今次这个行动限制令 对这些踢保人 我们可以施加一些限制 比如他一定要在家里住 指定一个时间在哪里 如果违反了这个限制令的话 我们可以将他作出拘捕 还有可以判监一年 这个其实某程度上是可以堵塞了 以致我们面对的风险 洪华文是卢锡文 香港报道 针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 宋长荣在北京接受采访时指 全速推进立法进程 合法易规 我觉得他全部都是合法易规的 按照有关的法律程序来去做的 而且呢 这次也进行了充分的公众议讯 公众议讯的意见 所有的意见也就返回回来 有98.6%是支持23条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最紧凑的节奏 来去除那个推进立法 它是最颗理的 草案中涉及境外干预 勾结境外势力的部分 让不少西方企业感到挑战 担心不小心会触犯条文 苏长荣指 现有条文足以有效维护营商环境 不存在设陷阱的说法 法律的定义很清晰 边界也很明确的 没有说掉落陷阱 或者模糊等等之说 日走之后会不会检讨这个法律 或者修订这个法律 这些东西我今天不敢说 因为起码在目前这情况下 肯定是在最完善的 也是最符合法理的 更加是符合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 凤凰卫视 周大新刘健 北京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 进行第42天的审讯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与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 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 案件11号在香港西九楼裁判法院 展开第42日审讯 苹果日报前主帝杨清奇 继续以从犯证人身份出庭做供 并接受控方盘问 控方就自由撰稿人桑普 做进一步提问 杨清奇再次向主控确认 桑普曾出席由黎智英安排的晚宴 控方于庭上展示杨清奇 及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 在社交媒体上的对话 杨清奇曾向陈佩敏反映 桑普的文章公开主张港独 杨清奇在庭上确认 桑普曾向苹果论坛版投稿 而部分文章被采用 苹果也曾主动要求桑普 就一些新闻做评论 控方其后引述于 2020年7至8月间 两篇黎智英在苹果的 个人专栏刊登的文章 杨清奇共称 两篇文章均反映 黎智英对制裁的看法 其中一文文中显示 黎智英相信 西方对中国的制裁 不会放缓 而另一文则反映 黎智英认为西方制裁 能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 杨清奇又指苹果预报 在修理期间立场激进 黎智英专栏呼吁市民上街 控方已完成 针对杨清奇的主问 案件周二再续 控方一直于新闻 向南报道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周一到离岛澎湖 力挺党内立委 推动不在即投票的提案 并批评民进党 出尔反尔充满着政治算计 我们接牌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11号到台湾离岛澎湖 出席立委联合服务处的 接牌活动 对于党内立委提出 不在即投票法草案 拧推动台湾大选 采行不在即投票 其中包含开放境外通讯投票 引发民进党立委质疑 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每天都骗大家说 要不在即投票 结果执政了之后 现在每天反对 民进党会怎么反对 怕人家在其他地方工作的 这些朋友不投给民进党 这叫政治算计 而南营立委指出 行政院今年已通过草案 针对公投进行不在即投票 质疑不该有两套标准 选举这个投票跟公民投票 它其实重要性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道理 先拿公投做实验 然后再施行选举 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 宁愿增加选务成本 也不要增加社会成本 这些东西如果能够更细致 更顺利 然后把这些比较好的东西 导入进去的时候 其实是降低社会成本的 在野党立委认为 推动不在即投票的重要目的 就是要降低选民的投票成本 如今台湾大选才刚落幕 现在是朝野立委 讨论不在即投票的最佳时机 凤凰卫视 彭世田金敏怀台北报道 欢迎回来 越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刚要发布五周年 有多位澳门特区全国阵线委员认为 要深入推动大湾区法治领域 规则对接 机制先接 越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是要融合发展 而推动法治发展是大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有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就关注其中的涉外法律 认为要搭建高水平平台 推动更深层次融合 第一个就是支持珠海市的发展方的品牌 打造一个大湾区涉外港澳法治建设的高地 包括搭建更高水平平台再看 康实涉外包括港澳法治的基础 对于越港澳大湾区民伤市规则衔接问题 作为湾区职业律师的澳区全国政协委员陈花强表示 随着议事规则越来越明晰 争议案件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展望未来有委员建议包括婚姻家庭管理或分配遗产等法律问题 在大湾区层面先行先事 达成更全面细致便捷完善的民伤市领域司法协助安排 进一步改善大湾区的跨境承认与执行情况 凤凰卫视杨夕中明亮北京报道 香港国际影视展104天举行 云集业界领袖及环球展商 促进业界拓展国际市场新机遇 本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吸引全球超过25个国家及地区的750余家参展上参与 泰国文化部也继续在场设立泰国馆 推广泰国政府的国家电影激励政策 包括海外拍摄团队在泰国境内花费超过5000万泰铢 当局会提供15%的基础返环优惠 如果需泰国的特别景点拍摄 泰国雇用太极影视业人员可额外获得5%的返环优惠 为吸引更多海外团队来拍摄电影 泰国当局并准备了可对接世界级制作的工作室和制作团队 另外本次影视展上有传媒公司也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创作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包括新媒体直播平台所使用的数字人 在AI的加持下 一个小型的团队能够提供非常大量的概念设计图和模型 甚至包括3D的设计参考 那在这方面使得我们一个相对规模 并没有超过100人的一个公司 在短期内提供更大量的海量的创意 中国内地影视娱乐市场日趋蓬勃 此次来自内地的参展商阵容庞大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与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和爱奇艺组成的北京新视听展台迎来大批参观人士 视听展台内包含凤凰王王等参展单位 整体风格以京派建筑为主 组织展示30多部优秀影视作品 并有全息立体化和护工文创等特色衍生品持守欢迎 凤凰卫视王金路张又人香港报道 凤凰卫视全媒体矩阵也亮相香港国际影视展 与国际影视媒体等业界交流 展示凤凰立足香港面向港澳台及全球华人的国际媒体形象 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是踏入这个展位的第一感受 凤凰卫视集团知识产权项目香港自然故事在这里生动呈现 香港国际影视展202411号起在香港连续举办四天 海内外媒体云集凤凰卫视全媒体矩阵也来到现场 香港自然故事记录电影在影视展上正式启动筹备制作 项目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共同发起 旨在发挥国际组织与媒体合作的优势 更好向青少年科普自然知识 很多时候就把这些专业的知识放在游戏里面 然后我们跟他们不同学校 他们要求做不同的游戏 这个团队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每年也有一些比赛 这个学校不同的学校有一些比赛 让他们提升他们的税位 这个兴趣去学习这些东西 说的我们做的课件 我们也会把这12集的纪录片 能放到学校里面去播放 然后做一些交流和讨论 学生做一些讨论 还有一个我也是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不在学校里面 你到户外去 到户外去 到大自然里面去上 上课 大自然去学习 这也是非常之好的 揭露电影的核心主创也来到展位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 香港电影导演张经纬也表示 留意到自然环保类的电影正逐渐变得流行 拍摄时会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需要去自然 大自然的时候去有一个疗愈 特别去这几年很多很多风风雨雨等等 这个疫情等等 那么人需要怎么去重新找到他们的能量 很多时候需要回去大自然 所以这个关系其实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集中是在把这个矛盾 也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 怎么去拍出来 而香港音乐人陈少奇也在现场分享 创作《香港自然故事》系列音乐作品的灵感和启发 他形容这也是描绘香港大自然的一张名片 展位还特别设有给大自然的心意互动区 参观者可以在木牌上写下心意 挂在许愿书的两旁 香港自然故事的小说人偶 更加化身成为吉祥物 在四天的参展过程当中 不时的快闪互动 吸引更多的参观者来到凤凰展位 凤凰卫视 张佑人 香港报道 约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 一起来指导大湾区 港珠澳大桥编检站10号公布 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正式实施以来 经港珠澳大桥查验的出入近香港单排车数量 截至3月9号已突破50万辆次 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算力高质量发展战略研讨会 即华南数股制算中心开业仪式在韶关举行 将依托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的 高质量网络优势和算力资源优势 开发丰富多样的AI智能算力服务 数据服务 算法服务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 游泳馆 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 广州飞碟训练中心等场馆 计划投入4.6亿元进行升级改造 并将用于2025年游越港澳三地联合承干的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建设工期为9至10个月 广东省电影局发布2024年第一批电影项目资助奖励 申报通知及申报指南 申报项目共有8个类别 包括电影票房奖励 获奖奖励 在月取景及后期制作奖励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全国冷会期间 网友们都在关注哪些热搜议题 节目最后带您一块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 亚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